历东后的南京好像变了一个颜色,整座城市依旧拥挤,却黯淡了不少。 我裹着厚外套从地铁里出来,被风吹的整个脸部都僵硬了不少。 我二十八岁了,每天按部就班的生活,上午九点上班,下午六点下班。 不迟到也不早退,晚上会躺在床上,边敷面膜,边和闺蜜聊微信,讨论一下最近的相亲对象。 我在二十五岁时,曾与一个交往了六年的男人,谈婚论嫁。 我们从校园到职场,一直不闻不火,本以为熬过了七年之痒,我们就能成为令人艳羡的。 从校园到婚伤,却会想到最终借意她爱上别人,毁我婚约,为结尾。 然后这三年里,我就过着,无人与我立黄昏,无人问我周可温的生活。 二十五岁以上的单身女性,总是很容易成为被关爱的对象。 更何况我这么一个奔三的人,也有人以为我是因为在上一段感情成为了被放弃的那一个。 所以不愿意再去开始下一段恋情,同学聚会上,他们的欲言欲知。 我最好的回应方式,就是笑而不得。 也有一些亲戚朋友,为我介绍相亲对象,只要有空,我也都会去见。 都说南京是一座适合回忆的城市,而我,却总是向前看。 身边的人都陆陆续续有了家庭,能够周末陪我出来逛街的人,也开始越来越少。 二十八岁,的确算是一个尴尬的年龄了,可是哪有怎样呢? 我是被抛弃过一次,可我依旧拥有爱和被爱的资格呀。 我还是会像个小女生一样,期待着以后与我共度余生的人的模样。 她会是一个三十岁以上少言怪语的人吗? 还是一个比我小上两三岁,说话灰险,有趣的人呢? 这样的天气,她是已经穿上了泥子外套,还是只穿一件夹克呢? 她会在周末一个人去看场电影,还是和三五小友,聚友聊天呢? 她是在我相亲时认识的,还是地铁里的,一次对事后忽略的联系方式呢? 这座城市这么大,所有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不是吗? 或许吧,或许吧,或许吧,或许我可能还要再过几年,这样的生活。 快递只能寄到公司,听到喜欢的歌,只能分享到朋友圈。 吃拉面时,只能提前盯住,老板不要放香菜。 第二杯半价,也总是用不上。 但是那个人你一定会来的吧,不管你穿什么款式的衬衫,或是T恤,我都能找到合适的衣服,与你相配。 不管你有没有吃早饭的习惯,我都会给你准备好豆浆油条。 不管我再去找你的路上,会有多少红灯,只要你说你在哪里,红灯再久,我都愿意的。 我28岁了,退去了女孩子时期的娇气,也经历过一场像模像样的爱情。 我工作认真,生活认真,相亲认真,这样的我,会等了一个在冬天里把我抱紧的泥巴。 立东后的南京真的变了一个颜色,即使是这样,出行的人也依旧很多,我裹着后外套从地铁里出来,风很大。 但是我努力地让脸上,露出了微笑。 嘿,28岁的姑娘,冬天快乐。 愿我来年,有你,不再应有。 就像你我的终结,这一红一斗的温泉,充满温暖的从前。 你的手,曾经用着我的肩,你难着爱我直到永远。 雪花,像绽放的梨花,天地间肆意的飘洒。 从情在沙纳,为何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撕开忘记的伤疤。 让往事像武器慢慢地蒸发,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 为何我的泪会不停地流下,划过你曾经亲吻的蓝牆,所有的对错在顷刻崩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为何现在只剩下风吹乱我的发,撕开忘记的伤疤。 让往事像武器慢慢地蒸发,让我知道什么叫放不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原来 原来寻找的是我自己能聊到肩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Sekir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